確要查因為臺海之間的威脅 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天下午以軍委連指總指揮的身份 視察解放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身穿軍服現身在這個指揮中心 而且還要求解放軍要落實二十大的精神 同時也提到全面加強練兵備戰 這個消息就引起外媒擔憂 擔心這個臺海的局勢 在習近平政權穩固之後 會不會更加的緊張 同時甚至會連帶 影響到區域以及全球的情勢